最近国平结束了重庆冠军赛 已经回到北京 按照日程的安排 接下来国平在7月份 将要奔赴巴黎做好奥运会的备战 期待争夺5个项目的金牌 在这一次的奥运会到来之前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都非常期待王楚清和孙颖莎 这6大国平奥运主力 能够参加更多的挑战赛 以赛带练做好准备 但目前根据刘国梁 为首教练组公布的决定来看 国平6大奥运主力 却在最近意外宣布退出比赛 接下来全身心备战奥运 这样的安排 多少让球迷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在此次重庆冠军赛比赛结束之后 按照WTT世界拼联公布的赛程安排 在6月3号到9号 WTT常规挑战赛 萨格勒部战将会进行 在6月11号到16号 又有一战球星挑战赛 然而从官网公布的名单来看 国平这6大奥运主力 不管是马龙还是樊振东 他们都没有一名主力参加比赛 这意味着刘国梁为首的教练组 安排这些主力退赛 在国内做好封闭集训 做好最后的奥运会冲刺准备 说白了 国平教练组 不希望在这一次奥运会到来之前 暴露太多的战术底牌 所以即便是张本志和张本美 和这些日本队王牌主力 频频参加后续的比赛以赛带练 国平教练组却不为所动 毕竟国平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底气 并不需要通过以赛带练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球迷来说 国平这些奥运主力都不会有任何大型的比赛 只会在国内参加封闭集训 以及相关的热身赛 当然了 虽然这一次国平这些王牌主力 并不会参加6月份多战比赛 但是国平教练组出于锻炼新人的目的 接下来 在6月19号到23号举办的 WTT常规挑战赛中 还是安排了一些 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球员参赛 为的就是让年轻球员得到锻炼 和这些外协会的选手进行更多的交手 从这一点来看 国平教练组确实是用心良苦 毕竟最近王楚清 孙颖沙 他们刚刚结束重庆冠军赛的争夺 非常劳累 不可能连轴转再继续参加其他的比赛 对他们的世界排名没有太多的帮助 也不会有太高的奖金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与其把他们累坏 倒不如让王楚清和马龙他们好好休息 接下来全身心迎战巴黎奥运会 至于这些国平年轻球员 同时让他们得到了锻炼 教练组这样做 无疑达到双赢的目的 事实上 国平这些主力队员 通过今年一系列的征战 已经证明自己的实力 接下来一个月的封闭集训 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找到自身的问题 比如王曼玉和孙颖沙 这些国平女队的主力 在之前一系列征战中 对战日本队 对战韩国队或者印度选手 暴露了哪些问题 都要在接下来的集训中 一一找出来修正 对战舍啊 那我是 我们核四人的证众